大家好,欢迎踏入国学天地,一起揭秘命运之轮,打造和携副指的生活空间。 印度神童阿南德多次了中全球疫情和国际金融走势,以此拥有预知能力的他受到全球瞩目。 每当推出最新预测影片,都让各国媒体大肆报道。 其实在日本,有一位比名龙树梁的漫画家,拥有比印度神童更强的预知能力。 他将自己的预知梦记录下来,于1999年出版了漫画《我所看到的未来》,其中记载的15个梦境已有12.5个真实发生。 之后未再出书的他,却在相隔22年后的今年5月初,推出了《我所看到的未来》完整版,透露他多年前梦境中发现的未来。 不久之后,台、日、港费斯蒂将在海底大地震后陆地相连在一起。 一本日本漫画书《我所看见的未来》都在日本引发抢购潮。 此书被称为最准的预言漫画,在拍卖市场甚至较价10万日元一本。 究竟这本书有着怎样的预言呢? 《我所看见的未来》第一次出版是在1999年,作者是龙树梁。 这本书出版之后,作者就彻底封底退出了漫画界。 日本动漫是一个非常成熟且发达的产业,每年大量的新作品层出不穷。 竞争压力也非常大,龙树梁从17岁首次接触到漫画绘制,之后勤勤恳恳创作了20多年。 但是他并不擅长构思创作,一直默默无闻,最终决定不在话了。 就是这本封闭之作《我所看见的未来》,当年的销量也是很差的。 所以市面上并没有多少本龙树梁在这本漫画中写道,自己具有一种特异功能,可以通过梦来预知未来。 在漫画的封面上作者也列出了一些语言。 只是在当时的情况下,谁也没有把这当回事。 包括龙树梁本人在内,没人想到在这本漫画出版沉寂十多年之后,突然一夜窜红。 2011年3月11日,日本当地时间14点46分,日本东北部太平洋海域发生90级强烈地震。 这是世界第五大地震,引发了高达23米的海啸,并造成福岛核电站泄漏。 据日本警察厅统计,有18430人在这次地震中罹难或者失踪。 当大地震过后,心有余悸的人们偶然间发现,这次大灾难其实早被预言出来了。 在漫画我所看见的未来的封面上就写着大灾害,2011年3月,而且漫画中还描绘了大海啸的场景,很多人都好奇。 龙树梁到底还做出了怎样的预言,希望能从中找到线索,躲避未来的灾难,以时间我所看见的未来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,都想买来看一看。 但是这本漫画当年销售量惨淡,印刷次数有限,市面上的数量相当少,所以在拍卖市场上甚至被炒到十万日元一本的价格。 不过人们对龙树梁到底是谁,是男是女还是不清楚? 因为这个名字本来就是个笔名,而且作者隐退时又没什么名气。 当人们觉得有利可图,而且有空子可钻时,造假就出现了一位自称是龙树梁的人,开始和杂志社结洽,做专访。 做出各种假预言,比如2021年8月富士山火山爆发,还有在网上看到的,说1995年就预言到2020年,日本会出现一种病毒,并在十年后卷土重来,这个就是假预言,后来连电视台的黄金档都邀请他去做节目。 而这个人甚至准备出新的预言漫画,就在这时,真正的龙树梁出现了。 据龙树梁所讲,他的生活很传统,也很简单,不怎么上网,也不太用智能手机,所以之前发生的事他都不知道。 后来时间愈演愈烈,他的侄子侄女就和他提起了这事,他才大吃一惊,觉得有必要出来澄清一下,并对他的预言做出新的解读。 于是2021年,龙树梁和飞鸟出版社合作,出版了我所看见的未来完全版,很多人在晚上睡觉时都会发梦,其中很多梦都是模模糊糊的,起床之后没多久就不记得了。 而龙树梁的梦却很特别,他的梦境常常是清晰而真实的,醒来之后都是历历在目,甚至有的梦还会反复,梦到,一方面是觉得自己的梦很特别,一方面是为了给自己的漫画找素材,龙树梁就开始找一本本子,将自己做的梦记录下来,取名为梦的日记。 原来每当龙树这样的梦在现实中应验之后,他都会把媒体报道给剪下来,加到日记中,这些预言梦都有哪些奇特之处呢? 龙树梁说,有一种梦是很明确的,比如他在1976年11月24日梦到英国著名摇滚乐队的主唱《弗莱迪摩克瑞因感染传染病而离世》的新闻。 到了1986年11月28日,他又梦到了昆乐队,所有成员的同享都在,唯独主唱的不在。 结果到了1991年11月24日,媒体报道,弗莱迪因艾滋病引发的支气管肺炎趋势,还有一种就是象征性的梦,连龙树梁自己当时都不知道该如何解读,只有在事情发生了之后才知道原来如此。 比如说,龙树梁在1989年8月27日做了一个奇怪的梦,感觉自己是在一个山丘中面前,是一个像是隧道一样的洞窟,洞窟显得很昏暗,她坐在地上。 这时她看到一个穿着浅蓝色夏日连衣裙的女子,光着脚站在她身边,可是龙树梁看不清她的脸。 这女子好像在说什么,龙树梁也听不清,做了这个梦之后,有一天龙树梁就心血来潮,要去横滨的一个公园找找灵感,虽然她住在横滨,但是却从来没去过那里。 结果就在公园,她看到了自己梦中的山洞,当时她也感到很奇怪,可是一周之后的一则新闻更是让龙树梁大惊失色。 新闻报道称,一名年轻女子在洞中丧命,而公开出来的遇害者的衣服和特征竟然与龙树梁梁中的一模一样。 而说到预言梁,很多人一般会比较关心时间,这个关键的点。 龙树梁发现自己的预言梁在时间方面似乎是很有规律的。 如果说在梁中没有明确的时间的话,那么一般就会以第一次做梦的时期,加上五年十年,十五年等等。 这样五年的倍数时间之后就应验了。 比如说之前说到的霍音乐队的主唱逝世的时间,就是预言梦之后十五年发生的,还有龙树梁在1992年8月31号梦到了英国王妃戴安娜。 结果五年之后,也就是1997年8月31号,戴安娜王妃在巴黎出了车祸去世了。 不过要是在梦中,他确实梦到了具体时间的话,那么就是以梦中的时间为主了。 龙树梁说,有这种预言梦本事的可不止他一个人,很多人都有,只是很多时候人们自己记不得了而已。 龙树梁梦的日记记录了很多年的梦境,不过在出版的《我所看见的未来》中,他只是绘制了其中的十几个梦。 为什么?龙树梁说,有一些梦就是一些场景,一些零碎的线索,无法构成故事情节,所以这类的只是挑一些题例题。 比如说,封面上出现的大灾害,2011年3月,由于在漫画《中龙树梁》画出了有关大海啸的预言梦,所以外界在解读的时候,就将这两者结合了起来,认为这是代表了日本311大地震引发的海啸。 但是龙树梁自己却说,这场海啸和日本311大地震没有任何关系。 而这场今天大海啸,其实另有时间,龙树梁说,自己从十几岁就开始做有关大海啸的梦了,每次他都是被大海浪惊醒了,之后他那种惊心动魄的感觉都还非常的清晰真实,让他难以忘怀。 在有关大海啸的梦中,龙树梁感觉到到处都在地震,海水突然消失了,就在这之后,有一种像飞机的轰鸣声一样,像是从地底发出来的,越来越近,最后就出现了巨大海啸。 往往在这个时候,龙树梁就从梦中醒了,在另一个梦中,龙树梁梦到了2025年,会有涉及全球的大灾难。 荒芜均烈的大地突然裂开了口子,后来到了2021年,龙树梁的梦又更加明确了,日期是2025年7月,梦中他以俯视的角度,从天空咬看地球。 这个时候,日本和菲律宾中间的海底裂开了,有东西从里面喷发了出来,海面上巨大的海浪向四面八方扩散而去,太平洋周围的国家都受到了大海啸的袭击。 这次海啸的高度是311大地震,引发的海啸的三倍左右,似乎地壳都因为这场灾难而发生了改变。 龙树梁在梦中看到,从香港到台湾,一直到菲律宾都变成了相互接壤的状态。 结合这几个梦,龙树梁自己解读,2025年7月确实会发生一场全球性的大灾难,从而引发了今天大海啸。 龙树梁曾经还做过一个和他自己葬礼有关的梦。 梦中人们来参加他的葬礼,虽然具体的年代不详,但是日期是清楚的,是7月15号。 他不知道这是不是也和这场灾难有关系。 而在这一场大灾难过后,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呢? 龙树梁说出了他所看到的未来,这就要说到开头提到的这本漫画的封面故事。 在日本的漫画中有一种说法叫左右眼规则,左眼代表过去,右眼代表未来。 封面中的小女孩用手挡住了左眼,只是露出了右眼,眼中流着眼泪,预言着她所看到的悲惨的未来。 而且小女孩眉头紧促,嘴角向下,真切地表达出了内心的悲伤。 而这个新版的封面,小女孩的眼睛不再流泪了,眉头也不再紧锁了,就连嘴角似乎也呈现出微微上扬的样子。 龙树梁表示,虽然说还是有堆积如山的问题,但是她感到一切都在向着好的方向在发展。 她看到在大海啸的灾难过后,是一个新的世界,是一个更加光辉的未来,整个地球所有人类的状态都是光明辉煌的,生机勃勃的。 龙树梁说,她感受到那是一个新的时代,新与灵魂的进化即将发生。 同时中国历史上出了很多有名的预言家,一个个都是能掐会算,上至天文,下至地理,更能以亏未来天机。 比如三国时期的诸葛亮,元朝末年的刘伯温,但是有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。 说诸葛亮和刘伯温其实是同一个人,来源主要有两种说法。 第一种说法是说,刘伯温在帮朱元璋取得了天下之后,被封为御是中丞相,当于现在纪监委的部级高官,专门负责弹朝廷百官的部法行为。 一天他无意经过一座寺庙,庙里有一座石碑,碑上写着先将尚后孙殡,五百年前诸葛亮,五百年后刘伯温这时他才知道自己是诸葛亮的转世。 第二种说法是,刘伯温居住在少城的时候的府邸,正好是住在诸葛亮生前的旧府,至于诸葛亮住的府邸,到底能不能保存到刘伯温时期? 咱先不说,毕竟是民间传说,这个府上有一块匾,匾上写着天下第一人五个大字,刘伯温看到后就非常不服气,于是就下令让人拆除牌匾,但令人没想到的是,这块匾后面还藏着一块匾,上面写着前朝军是诸葛亮,后朝军是刘伯温。 五百年前吴之辱,五百年后鲁之水,刘伯温,这才明白其中的渊源,当然这些都是民间传说,当家当作故事就行。 但是曾世强曾经在一次演讲中也说,刘伯温是诸葛亮的转世,诸葛亮死后去昆仑山修行了五百年,才转成刘伯温,刘伯温死后又去昆仑山,二次修到五百年。 KFC以高某说,在手机后代理,但首先多个包包,是你刚刚开头,把我感觉什么中行,刘伯这个开盘,我可以第一声惩罚了,该退包打满了一个车,该忘记的是不是,好重要,身高该包整改,别人刚刚好,牺牲高兴还什么问题。 全身航发在海里,真的好汉摘好码头,studio谁属于老人认真,阳台也请吃饭过了,KFC集成美美, Philips losing Maserati since an escort team prestige,Lincoln Li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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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 man尽准提名,she died causing,the poor guy has nothing to remain in lawyers。 Philips扮成了刘培中,这里的五百年,指的是人间的五百年,那么刘培东是谁呢?来头竟然这样牛逼,他又给我们留下了那些预言,刘培中也是曾世强的师傅,单名一个新子,培中生于1883年,山东离一线人,先祖世世丰厚, 是山东的一个巨族,生儿灵慧,五月就能说话,有过目不忘之能,所以被人称为神童,六岁时候得到道祖度化,重拾道根,到奥妙真子,九岁时候以神童之名被选入兴,在怀仁堂天象学府学习天文知识,经常陪慈禧太后练习太极拳,十四岁时,跟随太极名家梁仲明学习太极拳, 刘培中的太极拳打得真的很好,大家可以在网上找一下,他打太极的原始贫路影真的很不错,十九岁任志清天仙,负责观察天下,推算节气,制定立法之后,跟随他的师傅三去昆仑山, 据说在昆仑山中遇到了无极剑组徐宇军,传授给他剑派体系剑法秘诀,也得到了红军老祖无子天书三部真传,大家听起来是不是感觉有点神话? 反正百科是这样介绍的,无极剑组传授了他剑之奥义,听起来感觉很牛逼,感觉好像和神话中一剑可以毁山河一样,不过大家看看武当陈氏性的剑法,也许就是这样的, 刘培中得到剑之奥义和武则天书之后,潜心研究三年,雾透天地人三才奥秘,之后奉到祖法旨下山入室,传补先宗大道,在民国三十八年的时候,跟随老蒋去了台湾,1975年4月9日去世。 曾世强在谈论刘培中的时候说过,刘培中拥有一身本领和无人能及的智慧,但是却没有遇到好时代,不过我并不这样认为, 如果他真的是诸葛亮刘伯温的转世,那对于他来说,乱世才是最好的时代,乱世才会出英雄吗? 江子牙、孙斌、诸葛亮、刘伯温,那个不是生在乱世,刘培中还经历了清朝民国两个乱世,怎么会没有发挥自己本领的机会呢? 不过还有一种可能,就像曾世强说的,刘培中这一世是为了补修前世的道,这次去世之后已经功德圆满,载入昆仑了。 也许他这一世的目的不在于平定天下,而是为了传播先宗大道,当时这些都是咱们胡乱猜测,当作故事听就行了。 当然,刘培中生前也留下了很多关于人类危机的预言以及解救之法。 不过今天这个文章和以往的不一样,这次我给大家把刘培中的预言挑几个出来,我先不给大家解读,大家一起来解读,然后把你的看法留在评论区或者私信发给我。 之后,我再专门做个视频,把有意思且靠谱的解读给大家梳理出来。 其实我觉得这种方式说预言更有意思。 每个人有想法都能说出来,也有互动性,也更好。 也不会因为我的解读,把大家的想法带偏了,因为我本人也知识有限,平时解读的也不一定正确。 第一个,独魔乱世界降临,宇宙迷蒙天地昏,雷声电光十万里,不见日月雨星辰,天使浩劫万国仇,龙头蛇尾恶魔修,白马欢庆乾坤定,太平天下乐无忧。 第二个,西北红光三千丈,得遍海金山海帆,快修真道,谨慎参选,别待西北红了天,有钱难买人见面,遍地哭声,宇宙惨叫,翻天覆地,日光霉,只闻阴风鬼神哭,不见老僧弥陀念。 有人口诵无量佛,第三个,何是大道何是真,天运时机,天节降临,人心不改,人难在,地水火封地灭人,大地结束和日晚,专看人心道得迁,迷雾红云整整七周,处处雷声海浪翻,方分山鳄于中性,实现太平九十九年第四个,天地多变自古兮,八九乾坤都在转移,眼看大街是难过,时间仍有临死迷, 末节良田便沧海,时势又怕九世空,再看一切名利客,身为泥土即为风,天地反常人,何为伦理道德被摩推,眼观世界已混乱,浩劫将其第一回,红尘滚滚无尽修,世人茫茫不到头,自知为人不长久,及早回头把道修,第五个天数大劫荒万年,时平德孝心末篇,爱国守人存正义,自有先佛宝平, 天上日损人心变,月露使的是凄惨,鬼愁假银,天地震,世界损人史事之三,水火风节如全过,十分之人存二三,给大家提醒一下,这里的鬼愁假银礼,我们最近的2033年到2034年,第六个,玄中之庙,庙中玄, 奥法道海于一山,若无旧法乾坤守,妙和的过末几年,长生奥妙有何难,全凭乾坤其相连,五开三才全真理,逍遥自在,紫禁仙,公民富贵四富云,神仙皆怕欲假银,咱们就挑出这六个,供大家解读,这几个预言,里面有已经应验过的,也有正在发生的,还有将来要发生的大灾难, 更有刘培中认为的解救之法,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,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,在下方点个赞或者订阅频道,如果有什么建议,就在下方留言吧,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吧。